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有飞匠 为你带来的 雄雄九七原版的实况 这场比赛要一配的 草地裂versus 拼包王 来看一下双方精彩对决 那这场比赛呢 包王近七 龙 八 就是八神 西加射 还有龙二 这三个角色都禁用 那吸他的随便选 草地裂这边三主力 还是很有自己的个人风格 对吧 海铲逆向投机被抓 包王这手 千鹤你 按场底来讲的话 打没有气的真心 小优吧 对吧 但是感觉不太好打哟 好的落地 暗黑地裂急着落 高挑青腿利用对手的防御僵持 落地对手也不敢动 直接抓啊 最重要的是千鹤没气 对吧 如果有气的话 能量产生还是有机会的 看一下包王这手大猪 草地裂不多提了 对吧 虽然说他 怎么想他的草地嘛 应该不算是九七最强啊 但是绝对是人气非常高的 对吧 你说是国服第二草地精 是没有问题的 但问题就是 对吧 风言风语比较多啊 饱受争议 他的实力一直是 不被很多人所认可啊 但今天看一下 面对包王如何 摸头皮啊 我亮 战地是一手跟上 包王这手大猪 还是比较稳 印象战青拳 看点非常准啊 这个战A点得非常果断 对吧 知道你没有压住我 而且这个青拳能反制你 哎 好的 战子必备缺乏大破坏头 最受点 毕竟对手是包王嘛 对吧 包王是国服最强真机啊 草地裂这边 没打过大猪也是很正常的 看一下一批 这手克里斯 其实主席用克里斯的不多啊 这角色伤害高十招了 但是他打八神没得打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卸风过来的不用走鬼步 就拉前就是进C啊 那你这角色 而且逆向 就是被打到逆向的时候 打其他角色连不上的连段 打克里斯都能连着上啊 这就非常的难受 完美的木桩子啊 而且他没有指令头 只有打鸡头 哦有这个波动 再波 高跳重腿过来 还好距离不够 先从点下班 啊你这 干什么 草地裂 下比赛直接大蛇呀 这是不是当八神用了呀 有点奇怪啊 有点奇怪 看一下草地裂的小草 终于是登场了 在这手里一颗气没有 面对两气的大猪啊 不好办 就看能不能找机会 把对手撂倒 好射龙机会 嗯好吧 机会不多 对手 哎呀好再生龙 漂亮 烧你的火球 这应该是小草打他猪的 唯一对空手段了 啊 下贼的话不稳 下比下一前写中腿 漂亮 这小草还是 对吧 三圈两脚 直接收掉对手 网王这只猪猴子 来了 手机三颗气满资源 但小草马上一颗资源 啊 这比赛非常地燃啊 下一单点荒摇 一颗CD果断交 不给自己留后路了 连续放生 小草乃洛洛 但是 猴子非常的冷静 对吧 因为你没有指令头啊 没有必要去乱动 也没有必要去猜 你要做什么 达不了一颗CD 对吧 这是小草在97里 最吃亏的一点 没有指令头 真的是很多时候 缺少破防的手段 对手也不会因为 你没有 对手不会因为 你有指令头 去乱动 因为你没有指令头啊 好的 这下想要 就反倒重拳 但是没有压到 距离不够 反而被点下盘 直接收掉 这就可以直观地 感受出来 小草在97里的 弊端或者说 性能缺陷了啊 毕竟是指令头版本 对吧 除非你像千鹤一样 狭不眼鱼 即使没有这个指令头 也是非常强的 但是小草做不到 来 这种AB逆向 直接大声龙 可以暴王 太了解真心了啊 猜到逆向战地 则我中断 来 高跳片头 不敢动 起身择一下 马上一颗气 大跳逆向 虽然防住 但是被近身缠斗 好的这手跳压 逆向落点不是很好 被点下盘逆向 不正直接收掉 包王太冷静了呀 还是要看克里斯的啊 但克里斯怎么打仙鹤 是个问题 手里两颗气 看怎么用吧 小跳基地连跳进攻 哦 好的 护身短影 对色 一批前跳 下皮战 A6A 可以 这波是一件大蛇吗 还是下C反射拳 可以的 大蛇 这波不选择留戏了 九七确实如此啊 先把对手带走 再考虑资源 除非你是什么大猪 给大门留戏这种 对吧 不然的话 基本都是给气的 来看一下 包王的陈果汉 这只难办了哟 是吧 你克里斯跳C地 确实很舒服 但是大猪不虚拟啊 前冲 又被跳地带入 好伤 两颗气 下重锤倒地 大猪非常的稳健啊 跳C高达 低带仅此而已 你不可能连跳啊 不然一个空旁 指定头脚你做人 下C乱动 哎呀 难受 攻不进去 包王这下处地太好了 是吧 冷静 来吧 小草登场 也是拳皇系列的主角啊 虽然说从单男主 最后变成双男主了 是吧 草蹄精八神嘛 但是九七的话 至少是九七这个版本 当时的设定 还是单男主吧 独个土雕倒 逆向正逆则 前线三挡 哟 小圈奈拉洛洛还想逆向泽 哦呦 这则连跳好帅 哎呦 但是没有压到啊 前冲延时点下盘 再一波前消影跳奈拉洛洛 则连向 但是RP防得太稳了 这个套路跟下星跳以后 前消影跳百合哲的套路是一样的啊 但是很明显没有百合哲那么凶啊 这奈朗洛压的不好就是送了 这草地猎不会被剃头吧 包王这边手握三个再点啊 这草地猎玩九七不玩八神 好像除了包王以外还真的特别少 基本都是玩八神的 俺说不说别的 相信大家玩那种 如果最开始接触九七的话 估计跟我一样 我以前最开始玩九七的时候 不会别的 就是八神跳地下地 跳中嘴下中嘴 偶尔甩个波 也就这么完了 但确实好用啊 这下千克直接收掉真机 包王没有重蹈覆辙啊 看一下草地猎这一下 克里斯就离合起 这手传气还是不错的 好这种逆向真身被掏 大蛇吗 大蛇 这伤害还是高的 难怪当年被禁用 这伤害确实有点夸张 拍下包王这边的大蛇 手里两颗气 大蛇这确实舒服 万金油 不管前面是谁 都多给你一颗气 虽然我很丑 但都很温柔 好的生龙被血反 坏了 手里一颗气 你给是不给吧 战CD坏了 没机会了 我的天呐 这包王的大蛇 把草地裂的三个角色 嗑得死死的呀 这三个角色 没有一个不依赖跳攻击的 对吧 那大蛇的转唇也好 还是后跳CD也好 百分之百反制 而且GGD还有指定头 大蛇本来也不缺气 刷气能力非常强 对吧 一颗气都没有的草地 要么夺的图 要么生龙 要么下中水 三选一 不六岛没法打 但这种局势 即使六岛 估计也打不了 包王手里气太多了 好青全队 过去好小 六C好痛 直接没了 可惜了 该子跟住 我们下期 节目再见 拜拜